接著請何欣純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副院長 我們請蘇院長以及陳吉仲 陳主委 請蘇院長 農委會 陳主委 院長慢慢來 院長 你可以坐著 沒問題 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 得下 因為我想先請陳主委先回答 那院長再請你能夠做一個宣誓性的 來跟台灣人民來解說 我第一個問題是在於 最近網路上沸沸揚揚 有很多喜歡釣魚的釣客團體在抗議 抗議什麼 抗議因為漁港法 因為商港法等等 處處限制了他們釣魚的 這樣子的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那我記得院長曾經在 數次的一個場合上都說 我們現在這個接地氣的內閣 就是希望能夠解決民怨 幫人民解決問題 對不對 院長 那請問一下主委 對於這樣子一個釣客團體的 這樣子的抗議 我們最近盤點了 或者是幫這些團體 幫他們解決了什麼事 是 委員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因為 安臺灣就是一個海洋國家 本來就是要善用所有的海洋資源 所以針對農委會是漁港 那我們還有一些商港跟其他的港口 都可以同步來開放相關的 那個海釣 這是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農委會主管的19個第一類的漁港 那我們都會在適當的地方 因為開放海釣還是要注意安全 所以不是說只有開放而已 開放的這個方式地點 都要完整的規劃 尤其是比如說漁船的進出 也不能影響 所以這個漁港第一類19個沒問題 我們現在是要跟各地方政府 他主管的第二類漁港 要來共同討論說 哪些地方是適合可以開放海釣 我們這個月已經在進行 那更重要是行政院在院長的那一個要求下 我們已經有跟交通部跨部會 比如林嘉隆部長主管的是商港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要同步來盤點 那會一次做完整的公佈 那主委什麼時候 因為院長說要接地氣 要迅速明確有效率的來解決民眾的問題嘛 那你要給我們一個時間點嘛 那委員我們這個月就是已經在盤點 所有的漁港的地點 對 那下個月我們就配合行政院 跟交通部這一邊一起來完成 好 那一個月給時間 院長希望一個月後我們可以得到 明確讓這些釣客 在第一個安全的前提之下 還有不影響漁民 不影響其他港口的相關的事宜之下 可以讓這些喜歡釣魚的人 可以有釣魚的地方 院長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何委員 你這麼關心釣魚釣客 這個是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積極 我們很敬佩 而有關這個釣魚的事情 其實激起我一個想法 就早年我在當省議員的時候 那時候爭取到解岩了 但陸地解岩海 完全不准出海出港 所以也爭取海洋也要解岩 那今天我們不但已經有18處 19處 19處已經可以在港裡面釣 特定區域釣魚 但現在我們再盤點 再開放 只要不影響交通 出入不影響環境 那應該盡量鼓勵民眾 多接近海洋 因為我們是海洋國家 出海 我在當現場的時候 也是鼓勵漁船 變成海釣船 這應該大大鼓勵 不只是在港裡面釣 在河裡面釣 出海釣 都應該大大鼓勵 謝謝院長 河委員 特別就這個項目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鼓勵 所以我們盡快來做 好 剛剛主委說一個月內 謝謝院長 果然是最接地氣 願意替人民解決問題的院長 非常感謝一個月內 我等 接下來我想院長 你之前盤點了好多 解決民眾的問題的很多的議題 那再來呢 其實人民最希望的是什麼 拼經濟嘛 除了我們接地氣 就是要拼經濟啦 那我接著就要請 我們經濟部長也上來 我想拼經濟 這個剛剛我看到很多委員 都關心中小企業 院長我只是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呢 一直在談這個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我只想請院長用一個最 淺顯易懂的 幾句話來告訴我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跟一般老百姓有什麼關係 或者是部長要回答 好 我先來把委員報告一下 你這個方案想要 台商在關心的就是 土地 人材 再來融資 水 電 稅務 部長你講的這個武器 我們要幫他解決 我都知道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做了很多 但是呢 這個方案到底 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我跟你說啦 一般老百姓說 欸 這政府就只要拿這些公司 解割問題而已 解割這些公司的問題 租金回來台灣 在台灣設想 到底對我一般老百姓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應該前嫌易懂講什麼 美國的總統川普希望製造業回流美國 創造就業機會 我們這個投資方案就是希望 世界上的台商 有成就的台商 能夠把資金引回台灣 以外台灣 還投資 還設槍 還靠台 對我們在地的就業機會有幫助 對人民的薪水的體驗有幫助 應該這樣說是不是 是啊 但是我看我們的選團 在這個部分 我們都跟他說 幫這些公司 我記得目前好像審查通過12家 我們都跟他說 幫他們解決五缺 幫他們的資金 是不是要優惠 降稅等等 院長 我現在意思是說 這個都是對的 也應該做的 但是在宣傳上面 不要容易讓人家誤會 那最重要的是 要讓一般老百姓知道 政府把這些台商引進來 不是只是為了單一的大公司 來幫他們量身訂做 請他們回來 而是呢 我相信一家大公司回來 他是引進一個產業鏈回來 或者是一整套的協力廠商 帶動整個他的這個經濟商機 也帶動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院長我的意思是說 經濟部有在做事情 行政人有在做事情 但是講法 要稍微調整一下 委員你說得很有力 就是說 經濟部跟上官部的在說 就是說 要怎麼幫忙他們回來 歡迎他們回來 但委員主張說 要有八成說他們回來 有什麼好處 他們回來就是 拚經濟貼心 我們的經濟貼心 我們的經濟貼心 當時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是 還讓我們 台灣 在這個他們回來 導致 我們的專行 商業 還有一步 較有國際的經濟力 所以 最重要就是 經濟貼心 就業機會增加 薪水提款 這次 是 院長這樣說就對了 是怎麼 過去的選團都沒有這樣說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提出 就是因為 有很多根流台灣的 中小企業 你外賺政府沒有說話 偏心 是怎麼他們台商在外國 賺錢現在要回來台灣 我們就對他們特別好 是怎麼在根流台灣 一直通通 都沒有出去 都一直留在台灣的中小企業 沒有得到政府的關愛 民間有這樣聖音 所以我建議 我們經濟部 這要說清楚 要說清楚 再來 我就要說 台灣的中小企業 隨時投資機台委員說過 有些是合法工廠 有些是未登記工廠 但是院長已經做了政策方向宣示 大家都願意為台灣贏經濟 所以我們給他們機會 要輔導 對不對 但是我接著又要講了 要提醒院長 甚至要拜託 我們講了好久的投資抵檢的一個法案 我知道行政院已經有拍板定案 但是呢 現在到底到什麼進度了 請保長好了 好 跟委員報告 現在這個投資低減 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 這裡檢討之後 我們就送進來行政院立法院 這樣就 檢討要再多久 那快 快喔 所以這個會期的送進來立法院 那沒問題 我們現在說的投資低減 檢討要來熬 主要的項目有哪幾項 讓中小企業有感很重要啊 對 現在就是大家在說 要讓這個 喊什麼 這個智慧 機械什麼 這樣大家就覺得 讓那個智慧 大家覺得 看得到吃不到 啦 我們現在也是在說 要有彈性 讓大家覺得 先智慧化來 智慧化 這樣來大家就聽得比較會下去 這樣 所以說 我們來有彈性 要讓大家感受到看得到 使用得到 這樣 這部分 感謝部長和議長 比較要讓中小企業 看得到吃得到 還有一點 我又提示 我們呢 願意給中小企業 這些投資低減 未來 你修法通過之後 他們可以適用 那也可以彈性 但是另外一個 對於人力的素質的提升 你要有機械設備要提升 但是國際海國設備的人 本身也要提升啊 人力素質的提升呢 這個當然是要跨部會 但是我也希望呢 能夠在整體的 這個政策的考量裡面 給予中小企業 有機會去提升 自身勞工的人力素質 跟專業素質 這第一個 第二 他的設備投資 這麼多也提升啊 政府也讓他投資抵減啊 有一些優惠措施 那接著 我們勞工的薪資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再努力 能夠讓這個員工的薪資 可以提升 英雄你剛才說的 贏經濟 種種政府的措施 就是為了讓人民有感嘛 對不對 對 何委員你講的非常有道理 我們也正在這樣做 就像上個月 我特別到台中地方 親自到我們智慧機械的工廠去幹 台灣人民實在很了不起 我們在整個產業升級 你看我們整個機器 是整部機器喔 可以一個木條進去 四面雕刻出來 而且連我們的智慧機械 都可以機械輸出到德國 買我們的機械 很了不起 一部機械七百萬 一年七百部大賺錢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這種一直提升 同時也因為從業工人技術提升 也因為我們產業升級 所以我們這個已經都是一兆多了 兆元產業 這個也謝謝委員一直支持 那現在我們怎麼抵檢鼓勵 這個法案產業創新條例 送到貴院 貴院已經在上個月 剛剛經濟及財政委員會審查 我們希望儘快通過 就可以優待的辦法 都付諸實施 那 付諸實施就可以 謝謝 尤其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這個當下 事實上真的是對我們台灣的產業界的 轉型升級 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期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大力的支持這些中小企業 那支持中小企業就是支持在地的就業的員工嘛 是不是院長 對 而且產業升級 那整個經濟提升起來 消費增加 包括剛才委員特別提到 外面的投資其實不只台商回來 外資我們也都歡迎 那這些產業從業的幹部 都是高消費族群 那他們回來也帶動消費 其實這個經濟環環相扣 一個一個刺激 我們也這些年來 我們拼的 包括5加2產業 都已經大大提升 這些都可以看到成果 也謝謝委員支持 謝謝院長 最後一點點時間 還是關心經濟的問題 民生老百姓最關心的物價 院長我想今天你也回答了很多委員的質詢 那物價上漲 薪資不上漲 一直是大家好像最近攘攘上口的一句話 但是我相信 我們政府有在做事 院長也能夠體會到老百姓的生活上的辛苦 所以對於物價的這個部分 包括用水用電 這等等 其實都跟經濟部部長說自己有關係 包括我想跟農委會有關係 大家最近你說 這個地方的價值 兩個價值 這個其實都是息息相關 而且是生活上的必需品 一定有在穩定物價這個區塊 我剛剛講的 你還有什麼更多 可以告訴我們老百姓要安心 對 我謝謝委員 關心這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這幾年來 其實民進黨政府一直在調高薪資 並且連時薪都調高 而詳細數字我就不在念 那關於薪資提升這是一個點 最重要 怎麼讓物價能夠不要灰要上漲 那這個也是政府做很多方面的努力 那怎麼樣子在物價平易方面 我們所做的讓 雖然也許我們薪資 比起外國的薪資是比較少 可是如果就消費力 整個比起來 其實我們不輸人家 但政府還是要在一次的發展經濟 持續不斷 同時對於物價 比如說如果是蛋價肉價 政府在平易方面 我們都做努力 院長 雖然 雖然 行政院做了很多 但是 還是有一些物價的一個波動的問題 人民現在還不太感受得到 所以我要特別提出來 我知道之前已經很多委員已經講過了 譬如說 電價到底會漲嗎 我覺得有一些媒體 他用一些未來的數字 甚至是那個未來的指標來談 這個電價會漲的事情 這個會引起人民的恐慌 那當然我知道院長好像在今天已經宣示了 這個電價進期內不會漲 我們現在沒有要漲 沒有要漲 因為現在的條件 並沒有要挑戰的壓力 那這個條 這樣有一個機制 樓價會不會漲 沒有 現在我們沒有 我們就會在這裡 電話 在這裡 那裡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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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